今天呢,做一个猪蹄 这个猪蹄呢,我们首先要把它刮关键这些毛啊 刮关键之后呢,放到锅里面 冷水下锅 放点姜 放点料酒 让它煮一下 盖上锅盖 这个猪蹄呢,已经煮好了,我们把它捞起来 好,我们现在呢,像做扣肉一样,把它擦点孔 擦点孔,要抹点盐 要抹点盐 然后进行炸 这样的做法呢,我试过了,一个人真的 煮两三个猪蹄真的没问题 好了,现在我们做油已经烧开了 放猪蹄进去,放的时候要小心点啊 要盖上锅盖 听到没有,没有像放鞭炮那么小的肉 炸到它没有水分才拿开锅盖 炸到这个,这种颜色差不多了 捞起来了 放到液水里面浸泡 让它浸泡到洗泡 把泡好的脂脚,我们把它开 要顺着这个开,是很好开的啊 大家朋友们,要顺着这个开,它很好开的 要顺着这个开,它很好开的 这样子就把它装了,满满的 满满的幸福感啊 你摆得越紧,它反出来的效果就越好看 好,现在我们把它进行调料 有香菇,有酸桥桃,有梅子,有柠檬,姜 还有大蒜,香葱桃 做的是做猪子烤味的啊 我现在把它全部把这个材料切好 盐上盒油 胡椒粉 放点干草粉 芝麻香油 不要放那么多那个骨香粉 小腹油,谢谢 放酱油 放调料 放米酒 高浓度的米酒 放点糖 把它搅拌 还是让它酸酸甜甜的感觉 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些材料倒进去 让它腌制一下 最好腌了 腌了一个晚上的腌 腌久了就更加入味 腌好之后就把它上蒸锅去蒸 把它放到锅里面蒸 让它蒸开了一个小时 好了,我们现在蒸一个多小时 把它拿开 拿到这边来 把它反过来看看什么效果 好了,今天的猪蹄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请点赞,烧糖,关注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